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成立48年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宣布解散 教協向全體會員發信 說理事會昨晚一致通過解散教協 並且立即啟動相關程序 將會按會章和法例處理 目標是有序合理做好解散工作 包括盡快召開特別會員代表大會 做好200名職員的遣散安排 並且即時停止處理新入會和續會申請 以及停止就公共事務作評論和參與 至於權益及投訴部將不接受新個案或查詢 並會盡快完成現有個案 教協會長馮偉華下午在記者會宣布解散決定時說 近幾年社會、經濟和政治都產生巨大變化 近期更感受到巨大壓力 面對嚴重的危機 理事會已經盡最大努力尋求繼續運作方法 但至今未能看到前景 難以延續工作目標才決定解散教協 馮偉華言容 這是無奈和艱難的決定 希望會員諒解 25歲前附警 陸兵日 去年2月29日在旺角示威中 向人棍釘膠水樽 經審訊後 被裁定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聚成 昨天在九龍城法院被判囚7星期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中學時每年都考第一 粗行非常好 和家人關係良好 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教師和附警 也一直有做義務工作 希望法庭判處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鄭念慈說 看完感化報告和被告自稱的求情信後 明然看不到有悔言 即使他背景良好和無案底 也不會考慮社會服務令 說案發時聚集人數更多 被告的行為或會引起其他人磨謊 造成涟漪效應引致事件一法不可收拾 所以需要判處具阻嚇性的短期監禁 就著這宗新聞和巴士的報總卿緝理一起談談 你和反修例事件已經過了兩年 部分案件已經審結 看看部分案件 有老師為他們的學生求情 有裁判官判詞中提及這類求情 有什麼值得反思呢? 你好,Yunice 我想跟大家分享兩宗判決的判詞 看看法官怎樣說 首先第一宗在2019年10月13日發生 有人發起18區商場罷買日 4名14至18歲的年輕男女 到了粉嶺的一間中國銀行大肆破壞 被控參與非法集結和刑事損毀等罪 其中兩名14歲的女學生早前被裁定罪名不成立 而一名19歲的青年在8月9日在粉嶺的裁判法院被判入教導所 另外一名16歲的學生被判入勞教中心 裁判官陳炳就判刑的時候指這個學生毫無悔意 判刑是將他從自欺欺人的夢境中叫醒 學會守法的 兩名被告是 是無業青年陳慶倫19歲和鄭聖的學生16歲的 陳慶倫被控非法集結刑事損毀和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 而鄭聖的學生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陳官說16歲的鄭聖被告求情信指他為人正義、深存正念、為人敦口和有責任心等 但是陳官就刺他以雷射筆傷害警員的眼睛和上述的特質扯不上半點關係 更加稱為十分惡毒的行為 他又指出鄭聖的學生的司長在他犯罪之後 歌頌他是無犯學生 倒不如在他犯案之前教導他手法 又說若果司長已經教導了 但被告不遵守司長就不值得為他求情 而反之如果司長沒有教導的話 就沒有資格為他求情了 陳炳就法官就質問 暴動的學生的司長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今年四月陳炳就法官審理另外一宗 在2019年11月13日在大埔的暴動案 案中其中一個被告18歲的餐廳侍應蘇偉成 就被控非法集結和使用蒙面物品罪 蘇偉成的老師就為他求情的時候就說 蘇偉成因為追求公義而犯案 陳官就反問了希望這位老師問一問自己 為什麼會教出一個相信犯法是追求公義手法的學生呢? 最後陳官就直職蘇偉成作公的時候胡說八道 無告警察而不道歉 形容他就是讀書不成 沒有一記旁身的年輕人 判處他就是入教導所培養守法的意識 令社會少一個干犯嚴重罪行的人 其實學生暴動老師有責任 有政界人士看完這些案件就問 當日沒有將學生教好 如今又為犯法凡事的學生求情 陳炳就法官對老師的質問 不知道有什麼回應呢? 謝謝你同樣的分析 轉看下其他消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已經向中央提交 對於在香港實施《反外國制裁法》的意見 支持以本地立法方式 將有關的法例引入《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實施 他說《反外國制裁法》的目標 是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利益 強調香港有憲制責任、履行相關責任 有關法例涉及國家外交 完全符合《列入基本法》附件3的條件 但還要等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他又說肯定會有 外部勢力和媒體炒作事件 以弱化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和外國對香港的信心 希望通過本地立法程序作出澄清 以免別有用心的人可以炒作 疫情方面衛生防護中心公佈 本港新增4宗新冠肺炎確診 全部都是輸入個案 患者包括三男一女 年齡介乎31至60歲 全部都沒有病徵 4個人分別由德國、法國、泰國和美國抵港 其中兩個男人在3月至4月 在香港接種了兩劑復必泰疫苗 一個女人也在3月和4月 在香港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 內地在過去一天新增143宗確診 當中108宗是本土感染 江蘇佔最多有50宗 其次是河南有37宗 另外有38宗無症狀感染 本土佔20宗 江蘇新增的本土確診病例中 大部分都是揚州有48宗 揚州一個檢測站 上月29日多名民眾和一名確診者 接觸後受到感染 至今已有35人確診 包括三名工作人員和32名檢測居民 並出現三代傳播 據報是檢測站設置不規範和組織混亂人氣 隨著Delta新冠變種病毒試藥 美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急速攀升 同時境外出現過千宗 最早在秘魯發現的Lambda變種株病例 傳染病專家提醒必須加以留意 根據外電統計 美國全國單日新病例連續三天平均新增10萬宗 比過去一星期增加35% 確診和入院的人數創了6個月以來新高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宣布 隨著具高度傳染性Delta變種病毒在全球蔓延 已經尋求總統拜登批准要求所有軍人 在9月15日前必須接種新冠疫苗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